買的在這裏是非富則貴 我以為是不誇張的 講到這麼好 馬上帶大家看看一個在放盤的單位 不要緊急 大家看我們介紹之前 記得要Like我們的影片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西半山是香港傳統豪宅地段 不單是鄰近CBD 更加在用名校效望 配套發展非常完善 西半山泛指西盈盤至中環半山區 這區的樓居高臨下 可以飽嵌維港景色 環境清幽靠近時尚氣息濃厚的 中環和堅尼地城 住宅新舊中西共融 除了傳統的英式大宅之外 還有不少的新型屋苑 西半山的交通不止是非常方便 地理位置更加非常便利 我答應了這條 就是非常有名的中環半山扶手電梯 可以通到西半山 所以西半山也正正有中環半山之稱 西半山可以圓電梯直達SOHO區 和中環核心商業區 鄰近有三個港鐵站 包括中環、上環和西營盤站 也有小巴、巴士穿梭中環和鑼灣等等的商業區域 這裏的生活配套可以說是非常方便 除了威樂部樓 就有超市、雜貨店、洗衣店之外 就算去到深夜都還有便利店 生活之所需可以說是非常齊備的 豪宅市場之中 中西半山的校網可以說是首屈一指 大屬十一小號校網和中西區校網 還很接近香港大學 區內名牌中小學混雜 例如嘉樂薩聖心學校 聖士提反女子中學 英皇書院 聖保羅男女中學等等 全部都是傳統名校 Band 1之中的No.1 很多家長真是特地搬來這一區 希望子女可以升讀到好的學校 難怪這麼多年 西半山的樓盤交頭都這麼活躍 中西半山附近是很出名的SOHO區 有很多好舒服的餐廳、cafe和酒吧 在這裏真是不愁找不到好東西吃 或者找不到消遣的 慧賢這個樓盤出了名多名人買家 包括有外國商人霍英東的兒子 和優資良品老闆黎氏家族等等 買得在這裏是非負則貴 我以為是不誇張的 講到這麼好 立即帶大家看看一個放樓盤的單位 一進來我們就會見到這裏的大廳非常方正 走前兩步就會見到這個落地大玻璃的湯門 這個湯門可以完全打橫拉開 採光度非常之好 這個位置都可以做一個衣帽間 兩步 一進來 一點點 還有一進去 整成縫的大廳 兩步 好好 對 兩步 有四步 一進去 對 可以 你們 這個廚房有爐頭 焗爐和升盤 而外面這個茶水間有蒸焗爐 咖啡機和工作空間 這裡分隔了兩個區域 油煙就不會走出來 我們今天很開心可以邀請到世紀21Q動力的Garry Yang和我們聊聊天 Garry 聽說胃炎在西本山很出名 可不可以說它有什麼特點呢? 是的 胃炎位於西本山西摩道2A 由太古地產發展 樓高43層 合共126個單位 主要是三房四房單位 尺數方面由1261呎至2869呎 今天來到這個B單位 尺數方面是1589呎 是一個四房 還有兩間套房及露台單位 以我所知 胃炎這裡有一個豪華大會所 可不可以跟我說一下這裡有什麼設施? 是的 胃炎有一個豪華會所 也是同區比較罕有的 它有恆溫泳池 有娛樂室 越南室 還有健身室 還有桑拿房 胃炎的租客和業主最喜愛的這個會所 這裡這麼大這麼豪華 不知道業主現在開業做多少呢? 現在這個胃炎是B單位 尺數方面是1589呎 業主在市場叫價是4880萬 除回每尺大概是30711元 如果大家都對這個單位有興趣的話 記得隨時聯絡Gary 啦! 我們可以看見